大家好我是阿天 仙峰服1.142版本已經更新了 更新的隔一天呢 就可以試用這隻新角色 逆影刺蝎 維拉奈兒 那我原本看到蝎子啊 我還擔心說是像那個 東京參總壁虎的那個造型喔 結果還好是一個正妹喔 再來的話呢 一些相關的活動其實都沒有什麼新的 然後最快的話呢 要到5月21才開始喔 那有這個同夢遊園會 這個好像之前就有辦過了 全球錦標賽也是舊的嘛 那有一個巨龍正禮活動 參加全球錦標賽完成指定次數呢 又可以獲得一隻希爾溫喔 這個就跟那個惡魔遊巾有點像喔 然後再來蜜寶俠彎允星蜜玉 對啊這邊都差不多啊 那這邊修改的話影響也不大 好然後呢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喔 下一個虛空聯動英雄好像出來了 就是這一隻 欸 蒙王利姆路喔 那但是呢這個等確定消息出來之後呢 再來說明好了 其實Overload的安芝啊 跟這一個利姆路啊 他們這兩個也是有異世界的聯動故事喔 好吧 回歸正庭 我們現在 目前先鋒服這個版本 可以看的就是這一隻 蝎子女喔 在這個地方喔 維拉奈爾 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造型 這樣子其實蠻好看的耶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大招 大招的話呢 是會消減對方能量兩次 然後如果說呢 能量不足250點的敵人喔 會石化4秒鐘 所以呢他蠻適合跟消減能量的角色做搭配喔 再來風情萬種這一招呢 會讓對方不能使用必殺技 還會受到蠱惑 那受到蠱惑影響的敵人呢 對他造成的傷害還有生命流失會降低到45% 所以呢這是一個減傷效果 然後呢如果說敵人有生命流失效果的話呢 也會減少 所以他是專門克制會生命流失的敵人嗎 那這個敵人2秒內不能使用必殺技 然後能量又消減 不知道說威力到底是如何喔 如果施放快的話呢 可以一直讓敵人放不出必殺技嗎 再來這一招偉珍喔 他會摧毀所有護盾效果 專門打護盾系的敵人喔 然後摧毀的護盾量呢 可以轉化為自己的護盾 用攻擊力去計算 再來最後一個被動技能 他的技能跟普通攻擊 會對目標施加 歇毒然後讓他攻擊力下降 那另外呢在這8秒鐘喔 敵人只要一恢復能量50點 他造成的傷害就會降低3% 最多到30% 然後呢 沒損失50點能量 受到的傷害也會提升最多到40%喔 那這裡的話 隨著等級呢 這些數值都會再繼續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坦克的角色 輔助然後呢 兼使用這一招 這個被蠱惑的敵人 對他造成傷害又會降低 專武的部分我覺得蠻實用的耶 受到歇毒影響的人 只要造成傷害 就會短暫延遲後 流失傷害量35%的生命值 這個流失的生命值是用 維拉奈爾他自己的攻擊力去做計算喔 家具的部分就是 削減敵人的能量效果提升 然後九劍的話 其實我覺得蠻強的耶 每隔3秒被蠱惑的敵人啊 就算不打他 打別人造成的傷害呢 也會轉化為他的護盾喔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角色呢 是輔助也是一個坦克喔 不過他是敏捷系的輔助喔 我們來隨便賞金失練玩網看喔 他站在前面行嗎 哎唷哎唷 暈了暈了暈了… 糟糕糟糟糟糟糟 好像有無敵的效果 有護盾啦 哇可是好像 那個什麼 把人家護盾炸掉 然後蛊惑敵人 似乎沒有辦法站在前排喔 好這樣子呢 他丟了 這個是中到蠍毒的 被控制了被控制了 然後對方有降能量嗎 好像有是不是 他開大招了 喔實化了實化了 因為能量不夠了齁 所以就實化了 好像降能量的效果 還蠻顯著的 但是也是 也是不是很精打啊 那個護盾也沒了 哇我上了四隻角色還不行喔 真的是很少見耶 一般賞金試煉的話呢 都要打得蠻輕鬆的啊 被控了被控了被控了 好有了護盾 打單隻boss的話 降低他的攻擊力造成傷害增加 可能可以試試看吧 他的傷害高嗎 哇 哇這傷害很明顯齁 那些什麼生命流失啊 這個傷害可能不大明顯齁 主要應該是在輔助 以及削減對方的那個能量齁 好啦那這個簡單試 好啦那這個簡單試完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然後現在是1.42版本 那官方應該是說1.44版本 這一個機率會提高 所以呢我的正式服跟先鋒服都在存 占星抽跟時光輝季 那龍族的就不用抽齁 因為呢 因為當時官方提到的是這兩個機率才有提升 龍族的那個抽卡機率是沒有調整的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哎呦 SP捏